大家好,我是Kianne,Dr.Poon 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提示 怎樣可以幫助有些特殊學習需要的子女 可以網上學習得更有效果 但分享完之後,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資源包 給家長怎樣可以更容易執行我們提議的五點 第一點就是試試跟小朋友一起訂立一個學習的目標 首先留意自己小朋友的學習或專注能力去到哪裏 可能他真的只能夠坐到20分鐘 之後你讓他有一些簡單的off task活動 讓他可以輕鬆一點,再去專注 第二點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有條理、固定的工作習慣 簡單來說,可能真的有一個很好的time table 大家就像剛才所說的,一起決定一起寫 寫完之後,放在家裡是一個很上見的位置 還有可以放一個鐘在那個時間表格 就會知道,咦?原來這個時候我應該要做些什麼 第三點就是可能有些視角圖或提示圖 可以讓小朋友知道當天有些特別的安排 去提提他,咦?原來今天三點會有一個小組學習 他就會知道,咦?原來今天和明天有些不同的 我要準備好自己 第四點就是輔助工具的配套 其實你給他一個很小的螢幕看著 去上頭學習其實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說再比較好一點,可能是一些大型一點的平板電腦 我們真的希望螢幕是大一點的 最好的其實我也很贊成家長 是有些比較大的螢幕,即是電腦的螢幕 因為我發現原來很多電話 小朋友用的時候,那個鏡頭其實是不對準自己的 所以其實他也不覺得自己參與其中 有時候耳筒是塞實的時候,可能會掉出來 或者很辛苦 我們就會比較用一些比較好的耳機 真的讓他帶得穩固一點的 另一件事就是嘗試清理桌面 不要讓他中途有很多筆、玩具 在他周圍可以玩或者搞 還有一點 這張椅子其實最好就是不會動的 讓他坐下去的感覺跟他學校裡學習是比較相似的 那就最理想了 最後就是要檢討一些掌佛的慣性 可能加上有時候疏佛的 就是不是直接掌或者佛 而是有一些很好玩的遊戲過程裡面 才會有掌佛的效果 例如讓他抽波仔 例如你做一個箱 裡面有些不同顏色的波仔 或者是一些掌佛的結果的話 每一次他做得好、做得不好的話 這些紙仔或者波仔 他就可以抽 抽出來有時候是大獎 嘩,那次厲害了 可能有時候是小獎 但會令他下次很想再抽多一次 接著你就會在那些波仔 或者那些掌佛計劃裡面 在那些紙條裡面 改的內容 那你就會發覺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動機會提升 他們覺得很好玩 其實不是只有一個結果 而是家長跟他在這個掌佛計劃裡面的過程 他們會很享受 那這件事也很重要的 你多走 你多走 你多走